生辰八字千万不要随便告诉别人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恶风茄子 2022年5月份的时候 茄子总是反复的做一个梦 梦到自己凤冠霞沛 被人巴太大叫的取亲 很真实 那么每次到一个府邸的时候 就有人扯他下轿 但同时心里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 别去 千万别去 茄子每次都会努力挣扎 但被人抓着扯着很快就没有力气了 都会被强行拖进去 奇怪的是 每次被人压着拜堂的时候 就会出现四个小孩 把他给救走 刚开始觉得挺好玩的 跟看电影一样 难道说自己这么恨价吗 那么直到有一次梦醒了 他发现自己的身上 有那种被人掐过的亲子痕迹 在这里咱们介绍下这位网友 他说是一位美妆博主 2022年开始爆火 挣了不少钱 但因为投稿是气泡名 不是网名 所以我也没有问 我也不太清楚 咱们可以一起猜一猜是谁 那么挣钱之后 他给爸妈买了房 也给自己买了一套 都在一起的 有一段时间 他每天工作的很晚 为了不打扰父母 自己就住在八楼 父母弟弟住六楼 有一天早上 这个茄子就做完好吃的下楼 刚巧有人在搬家 两个电梯都站住了 他走到楼梯 端着菜正走着 突然被人狠狠的推了一把 就还好说的不是很严重 只不过是腿磕破皮了 没有磕到骨头 当时就以为是熬夜 没有睡好出幻觉了 那么回家想休息一下 刚一睡着 又做噩梦了 这次是在他家里 出现一个陌生的男人 年龄20多岁 长得还行 疯狂的质问茄子 为什么不嫁给他 就说着呢 忽然脸部扭曲 就变形了冲向茄子 一下子把茄子给惊醒了 满身大汗 就黏腻的很 想去洗个澡吗 刚放完水 躺进缸里 迷迷糊糊的 又感觉到有人 按着他的头往水里去 就差点枪死他 事情到这 就再傻的人呢 也察觉到不对了 乔戴这个茄子呢 有一个同学 他老爸呢 是东北的先生 就马上联系了叔叔 的确呢 这个叔叔很有本事啊 仅仅通过微信的视频和聊天 这个叔叔就断定 因为巴子这个东西呢 茄子是不会轻易给别人的 因为他妈也信这些东西嘛 那么后来一查 才知道 原来啊 是茄子大爷家的人 把他的巴子 卖给了一个 横死的有钱男人家里 而原因呢 就是因为茄子爆火 赚钱了 但是不给他们钱 真的是无语至极啊 还说呢 这个不会影响到茄子 但事实是 茄子差点嗝屁 无奈之下呢 这个茄子就去联系 那个南方家里 可人家呢 根本不肯解决 百明的 让茄子死 陪他儿子 那么由于口罩原因 这个东北叔叔呢 是无法钱来帮助茄子的 但通过关系 就介绍了一位 离得不远的 黄姓师傅 急经波折 两人呢 终于见面了 了解完情况 这个黄姓师傅呢 就推断 一定有人啊 在背后做了什么 否则简单的 凑一对巴子 不至于这样 但现在 那个男的躲了起来 只能等有情况 第一时间联系他 说完之后呢 黄师傅留下一些护身之物 并让茄子和父母 住在一起 那么那段时间呢 小一家的妹妹 也在茄子爸妈家 有一天啊 因为工作上的事 这个茄子是不得不出门一趟 下午办完事 回到家里了 结果发现呢 爸妈和弟弟啊 昏死了一样 就睡着了 而妹妹呢 不见了 茄子立马把他们推醒了 疯了一样找孩子 家里找遍了 没有 那第一时间呢 报了警 当时就想说 是不是有人把孩子给偷走了 那么留爸妈的家里等警察 茄子和弟弟呢 就下楼查监控去了 刚出单元门 就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突然间想抬头看一看 那么一抬头就看到一个男的 就抱着他妹妹 在邻居家的阳台上 这个茄子呢 就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像是被人卡住了喉咙 就已经被吓到失智了几乎 连滚带爬 手脚并用 爬上了楼 因为电梯太慢了 这个楼层呢 也不算高 就爬楼梯了 当时连敲门啊都不敢 是直接踹门的 人呢 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呢 是有过程的 刚开始是那种畏惧忐忑 最后呢是愤怒 那么可能这个邻居家的门 不太结实吧 三脚踹开了 这个茄子是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看到他的男邻居啊 就抱着妹妹 正想往下扔 属实是冲破极限了 当时这个茄子上前 直接一把 把这个孩子给抢了回来 男邻居呢 就呵呵呵的笑着 就跟傻辣一样 后面的警察来了 他还真是个傻子 一问三不知 那天呢 他家里人出去了 把他关在家里了 没想到他能去茄子家里 把这个妹妹给抱走 好了 那么回到家之后呢 这个茄子就发现啊 门口 门神的眼睛被遮住了 朱砂呢 变成了黑砂 于是就直接联系了黄师傅 黄师傅来了之后呢 就直奔妹妹待到儿童房 那接下来的话呢 让茄子毛骨悚然 别装了 他们看不出来 我还看不出来吗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 可投不了胎了 到底是谁帮你作恶 上大间啊 他这个小妹妹啊 就只有五六岁啊 眼神就变得十分怨毒 直接开口了 不是小孩子的声音啊 是那个男人的声音啊 你真的是多管闲事 老东西 你不怕死吗 然后黄师傅 是直接让茄子他们 退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呢 才把这个妹妹 给抱了出来 孩子的小脸惨白惨白的 这个黄师傅呢 就说没事了 多补补 带孩子多晒晒太阳 随后呢 跟茄子说了 要去茄子老家一趟 茄子呢 这回就学奸了 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呢 就吃亏了嘛 他就联系了一个 社会上的大哥 朋友 有了一群五大三岁的男的 到了之后呢 就发现啊 在幕后给男方家里 支招的确实有人 一个乡下的大娘 是带那种小精灵的 只不过呢 这个大娘供的是清风堂 俗话说的好 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花了点小钱 很快呢 这个茄子就找到了 那个男人的尸体 还没有葬呢 好久了都还没有葬呢 就在他家的地裤里 穿着喜服 全身都是红鞋 红衣红帽子 旁边呢 就放了一个纸扎人 是按照茄子的身形 和样貌扎的 头上呢 还悬着个东西 茄子也不认识 那么当时在现场呢 那个味道很上头 黄师傅呢 就给执招了 让报警 说有人封建迷信 不活葬 想土葬 南方家里呢 就上来很多人 这个亲戚朋友的 闹事嘛 好在这个茄子 带了人 也没吃亏 最后呢 是周围邻居联名 当然也少不了茄子的打点 硬是把那个男的 给烧了 黄师傅呢 也说了 这样呢 就没什么事了 但茄子呢 却心存怨念 那么口罩之后呢 就去了T国 找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然而自己呢 也被反噬的很伤 在这里呢 就不说这个反噬的事啊 因为不是很正能量啊 那么总结一下 八字不要随便乱给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